Leo聊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歐洲聯盟對上中國戰隊 這場比賽是非常高端的一場比賽 這場高端程度呢 應該算是世界幾等級的天梯比賽 他們應該是約戰喔 也不是天梯剛好撞到 看起來是有約戰過的 因為蠻明顯的 MIPER這邊的隊伍是 MIPER還有丹尼爾 還有這個 西班牙忘記是誰 還有一個人MAX 這些人的分數都高達2300分以上吧 甚至2400好像都有 那右呢 這邊是中國第一高手 紅色 還有VB VB是這個肥豬頭 我每次看到他ID認識都不一樣 之前才有 有觀眾在下面留言說 VB是不是中二啊 每次名字都不一樣 他這次名字又不一樣了 沒有一次名字是一樣的 非常的特別 好 那另外一個呢 也是中國玩家 基本上全部的玩家都是中國人 也蠻期待的 因為中國的游牧也算是蠻厲害的 看他們打的比賽也算是打得不錯 好 那這場比賽就來看一下怎麼打吧 那大家呢 這場都是游牧開局 所以都會先捕魚 那有兩個 目前 欸這邊 vipers沒有捕魚嗎 欸有有有有 暗漁船 那奇怪怎麼沒有 好 但是有一些人的一個流程 看起來是慢了一點 欸為什麼灰色沒有漁船 會怪的 好 慢了一點慢了一點 好 那 游牧喔 最重要的就是要早點去伐牧 然後按下第一艘自己的漁船 然後後面喔 經濟就會非常的好 那 蓋完漁港的村民喔 近來喔 要把這個漁港 蓋在這個 海濱漁船的旁邊 這個碼頭一蓋完喔 馬上就可以撈魚 現撈現吃 非常的舒服 好 那 看一下紫色這邊 紫色這邊狀況 好像有一點出事囉 這邊看到村民 會直接開扁嗎 欸 圍一下 哇這個反應好快 趕快蓋趕快蓋 好這邊再蓋一下小把 把他堵起來 欸太壞了吧 來把人家堵住 欸 戳得掉嗎 來得及嗎 3 7 5 欸出去了 欸 沒有在補嗎 補木牆吧 對啊 這一部補 補木牆的話就沒意了耶 好險我補了 好那 紫色這邊 搞人大失敗喔 反正這個女性 女村民 想要窮追不守 想要拿刀捅入她的身體 跟那個 跟什麼 陳哥一樣 之類的 結果失敗了 手上那把刀 捅不進去 只能捅她的房子喔 哇 這邊再圍一個 好像也可以喔 哈哈哈哈 馬上 馬上再圍報 這個女村民實在是太狠了 那 青色是 RMAX RMAX這邊青色是 薩拉森人 薩拉森人 沒什麼 太特別之處 好 那看一下 右這邊 是選擇的是 葡萄牙 葡萄牙的話 現在最近改版 有這個新的加成 那這個加成就是 所有的科技研發速度 增加25% 而且是團隊效果 那可能又也是想要測試這個能力 到底是否做壞 還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一個能力 看起來目前兩邊沒有什麼 太大的一個特別的打法 都是蠻穩健的開局方式 欸 這邊怎麼突然這麼多人 開趴 欸 我殺一隻村民 然後拉了五個人過來扁 我想說奇怪 啊為什麼這裡 人突然變多的感覺 完蛋 直接被 胸櫃 壓在旁邊 後面還有兩男 兩女 變三男了 然後把他這裡維持 這樣有賺嗎 我怎麼覺得 紫色這樣很虧啊 他直接 浪費五村在這邊敲 敲死 敲這個木牆 然後還敲不掉 然後這五村就沒辦法 沒辦法去 採集資源 那LMAX這邊也要特別小心 這個木牆 可能要被修 修得回來嗎 很極限 為什麼一開始就 打成這樣子啦 怪怪的 這遊戲怪怪的 OK 那這邊 看起來又要被修回來 LMAX家裡很忙 你在吃路 走鼻吃灰色 好 我們這邊用視野 稍微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顏色的狀況 好 那這邊看到的是 LMAX的一個視角 好像看到 大家的一個位置 因為現在是新版本 一開始 所有的玩家 隊友 都可以看到 隊友的一個位置 所以現在可以看到這個 黃色 橘色 好 位置都在這些地方 你們這個是要敲多久 超爽的 紅色這樣經濟很慘吧 看起來真的蠻慘的 但是 有機會嗎 差一點 在幹嘛 他怕他逃生 然後再出來 再蓋這個 讓他絕對沒有逃生的可能性 我們不要開這個未探索 感覺 看起來蠻壓迫的 好 為什麼村民在 扣血 剛剛是有打過架的關係 好 那這邊有些人 已經上到了封建實彈 Type這邊也上了 那 青色這邊 蓋了一艘 運輸船 欸 結果紫色也蓋運輸船 然後這片運輸船 想要偷渡上去開打 結果直接載走 哇 他這五村直接浪費 採集時間 就為了殺這隻村民 很可惜喔 沒有殺到 直接把這隻村民載走了 哇 一村都不能少欸 這跟 嗯 這跟 呵呵 你們懂的 好 什麼都不能少的 那個很像 啊 一村都不能少 好 那Lamex這邊 把村民放下來 繼續蓋碼頭 但是這裡已經有 viper的一個戰船 想來抓對方的漁船 那我看起來 目前 游牧大部分的人 都還是會打這個封建 先去抓對方的漁船 抓爆 然後再慢慢的喔 轉出自己的陸上部隊 通常喔 海上只會有一個人打 我們台灣的 游牧的 傳統是這樣子喔 就會講到有一個人會打海 或者是兩個 那目前看起來 打海的也是兩個人 這個橘色 Danny 加viper 的一個戰船 所以我在製造 然後兩邊的船都開始開燒了 中國這邊有維京人 維京戰船準備要出來了 這個是維京一般的戰船 不是維京大戰船 維京大戰船 是要到城堡時代才可以製造的單位 所以封建時代還是只能出戰船 而且維京也沒有火蒙筒 所以這個一擊射喔 早點點 好 這邊的漁船 直接被射爆 Vivi的漁船直接大爆走 沒有地方可以跑了 好但是Vivi家裡守得還不錯 而且這裡家裡後方喔 還有蓋這個漁港 讓自己經濟再起飛一點 看起來Vivi是打農的 是沒有要打海上的 好這波 即將要開戰了 這邊戰船數量有點多 等一下一出來可能會有點嗨 一擊射點下 藍方這邊一擊射有點嗎 還沒有點一擊射 欸不對喔 藍方玩戰船沒有一擊射 這可能會出事喔 好戰艦直接被逼了出來 要回頭射一下嗎 要回頭射射嗎 還是不射呢 直接直奔對手的 家裡啊 哇這戰船有十艘喔 但是有一艘被攔截掉了 好看起來是要直接去燒對方家裡啊 給一個漁船 這裡有四艘漁船已經要看到了 第一時間開始秀操作了嗎 開始秀 再放 喔三艘 起火一下 就可以射掉一艘 OK這邊有十艘 直接把這些漁船打爆 但後面沒有再繼續往後走 很可惜 當然是丹尼爾的火魔童也殺了過來 哇看起來 這邊的海戰優勢比較強大一點 中國戰隊好像第一時間沒有鎖住自己的海 BB的漁船也是被逼到了家裡 幼的漁船也被燒得差不多的感覺 這裡也是全部撤著 這也是幼的漁港 BBipper這邊也是趕了過去 但是圍巾的戰船現在有來到了十二艘了 但一級射還是沒有點 所以要秀操作比較困難一點 好 那 Viper也點下了城堡 斯戴丹尼爾也城堡了 他們這些戰艦要小心一點 這邊丹尼爾的漁船居然沒有被抓包 那我們來看一下路上的狀況好 路上上城堡時代之後碰撞應該蠻激烈的 唉呀 Vivi這邊直接開寶 想要把丹尼爾的TC給射掉 因為丹尼爾是打這個海上 跟Miper一樣 其餘兩位玩家都是要打陸地的 但我覺得 這個怎麼說 幽默總是會有一個人 要當沙包的 所以丹尼爾 雖然海上打爆對手 但這一路上被打爆好像已經正常 好 RMX這邊直接TC開爆 這邊是仙霜TC 那黃色 Viper 這邊TC只有一個 城堡實彈海一段時間 但是好消息是喔 他的魚槓 的魚喔 還在補 好 看到這邊 這邊西班牙征服者也要出來了 回射中國玩家 兩隻西班牙征服者跑了起來 開始 這邊 欸 這不是中國西班牙 這個是那個Miper那邊的 好 這個 記得他也是 蠻有名的 他好像有改名字 這跟我當初看到的名字不太一樣 好 好 那紅色 中國戰隊這邊 藍方 直接蓋了外領長城 中國人的 世界奇觀 好 直接硬生生拉了起來 紫色這邊火戰船 想要燒青色 但是Viper的火戰船也在後面跟著燒 好 Viper直接無情3TC運轉 Viper選的是波斯喔 波斯的TC運轉速度是最快的 這邊 這邊只要丹尼爾在他的前方 撐得越久 Viper這邊就有可能喔 可以打出更大的戰果 那右這邊已經開始爆出了大量的風情砲 那LMAX這邊是專打陸地的關係喔 想用這個投石車加上工兵喔 去反制 但是我們之前影片有提告 投石車雖然可以克制風情砲 但是風情砲同時也可以打爆投石車的 互相傷害的一個代位了 所以你看這邊投石車雜一發雖然多殘血了 但是風情砲的血量也是比較多喔 要砸兩下才會砸得死 所以投石車打風情砲這件事情 我覺得沒有到Counter 那真的要打風情砲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出一下這個三旅喔 然後點這個救贖思想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然就是要用非常多的大騎士喔 直接騎上去 砍爆他也是可以的 不然前期喔 這個風情砲真的是很難解 然後TC直接被點爆 因為這工程器 風情砲算是工程器的一種 所以打建築物商也是蠻高的 啪啪啪啪 好橘色丹尼爾撐滿久 這個TC有在修 而且又開始出老頭 老頭可以招搶對方的馬上清裝騎兵 好 起碼要直接往後彷 把藍色的村民彷了蠻多 紫色 紫色中國玩家這邊前期用了武村去打對面的木牆打了很久 雖然很多村民在發呆 但是 要注意喔 這個紫色分數卻是最高的 這就代表已經有一個人倒了 藍色直接大搬家 哇 很慘 中國這邊一開始就出事了 但是這邊VIVI開始用自己的馬上輕裝起兵 往青色加...喔 往灰色加裡打 灰色這邊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這邊很多村民一開始被圖沒有發現 已經被殺了非常多村了 哇 雙方的一個拉鋸戰越拉越大 好 這邊公民過來救一下 好 又直接騎寶騎在臉上 想要直接用寶慢慢推進 到青色LMAX的一個主胖裡 那這裡的公兵可能也只能暫時守了 這裡還有一些... 馬上輕裝騎兵 還在砍村民 好 丹尼爾在後面挖黃金 造了非常多的一個僧侶 這裡 西班牙征服者 It's beyond 好 開始出征律有效了 開始招到對方的西班牙征服者 哇 這個可能來不及 會被射死 好 城堡也建好 看起來灰色這邊大難零頭了 剛剛村民也被撈了一波 這裡的... 模仿村民又被撈光啦 哇...有點慘有點慘 而且這邊... 又的風情砲也步步推進了 正面... 紅方 馬上輕裝騎兵 還在產 紅色是這個BB喔 BB的時候能力還是不錯的 很明確喔 知道自己的兵應該幹嘛 趕快去砍村民 趕快村民被殺的速度超快的 有這個蓄力攻擊 OK 這邊容易意識到收個村 好 風情砲再繼續往前 那LAMX應該是VIPER這邊最慘的一個文明 丹尼爾這邊是日本 日本有這個僧侶 那待會喔 還可以再出這個日本武士 或者是這個大騎兵喔 直接去同胞對方的馬上輕裝騎兵 都是可以的 現在暫時喔 用這個僧侶也是OK的 日本的佛教也是蠻厲害的 OK 下面這裡 聰明很多 沒有直接打 也不能打 這個是隊友 這裡有一隻青龍騎兵 直接被彷彿掉 目前看起來海上有VIPER拿上了勝利 呃 家裡的部分 看起來VIPER只是純龍喔 沒有在要幫隊伍的意思 應該是要來樹帝王喔 結果這邊先上帝王時代的是橘色 丹尼爾 好 日本玩 日本文明 明明這裡被寶推 但是這邊用 森旅喔 阻擋到了蠻多青騎兵的進攻 打從青龍騎兵要過來砍了 好 這邊還有兩隻西洋征服者 這邊是著翔道的 哇 並不是緬甸真的 西班牙征服者 哇 他用招到了去來招 丹尼爾的金礦的村民 好 丹尼爾這邊明明要上帝王時代 但是卻被鴨子打的感覺 招得到嗎 哎呦 直接收勝成功 哇 很可惜沒招到 這個青騎兵喔 抗著想能力就是好 好 風情砲再度推進 看來已經沒有人可以抵擋得住 又有的風情砲了 風情砲給的壓力很大 騎士要很多也才打得贏 沒有騎士的話 風情砲又可以甩 攻兵護射也不一定會贏 而且還有可能會輸 好 這裡兩隻的西班牙征服者 應該是要被招掉了 哎呦 直接招走 但是馬上青龍騎兵過來 直接把老頭先收掉 招掉之後 鱷駝也把後面的青龍騎兵也收光了 但這邊城堡又補了下來 丹尼爾想要守護自己的祖金 哎呦 這時候 日本這邊終於點下了救贖思想了 那要點下救贖思想的話 對方的投石車 衝車 還有這個 這叫什麼 風情砲 也都可以招響了 好 遊戲時間來到了3-4分鐘 Mipe把城堡往後蓋 想要守住自己的局 呃 後門 但正面沒有城堡 好 正面只靠丹尼爾城堡 在撐而已 那中國戰隊又 跟VV 努力的在燒好對手 那紫色這邊喔 突然慢慢壯大自己 連這個 四場魚 四場魚港 碼頭 也直接 灑這個魚網 開始撈魚了 安全的捕魚地點 好 直接被招走 更多的青騎兵直接過來開砍 但是有日本武士 好 日本武士打了日本青裝騎兵 傷害很高 直接秀秀 就直接打了快四分之一的血量 哇 直接撈光 哇 直接撈光 青裝騎兵跟日本武士開砍 好 但是這邊城堡還是被立了起來 Mipe這邊被 受到一點小小的影響 前方的木頭這一區 可能不能再挖了 好 那這邊日本有實在的優勢 直接率先使用巨群投資機 把 紅色 VV的城堡可以先投掉了 那這座城堡可能也是兇多吉少 可能趕快還是要投一下 然後用森柳去潛壓比較好 那左半邊看起來 VIPER還是一度在穩穩的發展 村民宿也來到了130村的一個驚人的數量 應該是全場最高 這不愧是我最會農的 直接選手 哇 怎麼有人只剩33村啊 哇 中國這邊 有點慘 有一個人只有33村而已 好 騎士出來了 騎士開始結 那看起來VIPER是要來打遊俠的感覺 這邊 劇情投資機開拆 日本武士加上 生女的一個 防守 效果還是不錯的 好 那 只剩這邊 雖然前期有點慘 但是現在目前分數第一名 這邊TC開了很多 直接4TT開一下之後 馬上 就要爆出大量的兵了 而且他這邊還有圍人家家裡有 好 開始出這個飛鏢騎兵 那個飛鏢騎兵打VIPER的一個重中騎士剛好 好 那又這邊想要再重新集結要出發了 這個TC應該有點危險 但是後面有村民來修 應該是來不及打掉了 可以嗎 再一發 再一發 哇 拆不掉很可惜 哇 被這幾隻村民直接修了回來 好 VB這邊城堡一直被拆 這時候VB也快要到帝王時代了 但已經被拆了3座城堡 不要再繼續出這個馬上清裝騎兵感覺有點困難 好 呃 藍色跟紫色 直接把後方喔 VIPER的一個後方的土地喔 直接圍死 他還是要來專心喔 這邊有很多的這個飛鏢騎兵直接開打 飛鏢騎兵打騎士的效果還是很好 攻擊力多高 攻速都快 對不對 一發一隻騎士 地上都是騎士的屍體 這就是飛鏢騎兵的最強悍的地方 直接點地板可以一次打死兩隻騎士 這個擴散傷害啊 不是擴散傷害啊 就是這個體積的問題 雖然他會不準 但是還是很容易打到旁邊 所以也不會有這種 太誇張這種異傷的問題 這就是飛鏢騎兵最強的地方 那這次有人就說 欸 那飛鏢騎兵這種強的話 他怕什麼呢 他其實很怕弓兵跟馬弓喔 還有投石器跟弩炮這類的東西 基本上把他當一般的弓兵來看待就好 只是他的這個弓兵喔 打騎士特別的強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打弓兵也是可以喔 但弓兵的情況下是 對手也要全部聚集在一起 我也才能打這裡 麥克風這個城堡 看起來可以是要蓋好了 看一下右邊 右邊這邊 日本僧侶開始越造越多 日本武士沒有繼續出 反而出的是那個重裝長槍兵 好 Lemax的城堡 能守得住嗎 中國高手儀佑 鏡頭行開拆 這邊有更多的僧侶要跟對方信教了 這時候BB這時候突然使用了柏根帝 暴民流 革命起來了 大量的一個民兵直接戳了上來 生女可能擋不住 一直全速的倒下 太慘了 突然遇到柏根帝的一個暴民行動 感覺丹尼爾有點被殺的措手不及 這時候出日本武士有用啊 兩隻日本武士走出來 但是防禦沒有滿 而且柏根帝這個民兵喔 攻擊傷害居然比日本武士還要高 12加4 日本武士只有10攻 日本武士砍不移民兵 這畫面怪怪的 好那這邊開始手撕城堡 那這樣一來感覺丹尼爾直接被秒殺 Viper右側可能有點危險了 現在要農或是開打鬥是個問題 好 暴民慢慢推了進來 好 這時候Viper遊翔已經好了 這些民兵能守得住嗎 感覺好像可以 日本這邊轉出幾隻馬弓 這樣來幫忙射一下這個民兵 不然民兵數量實在太多了 兩座城堡都被民兵給收掉了 這時候灰色點下的金銳類西霸征服者的升級 哇 這個數量 敲這個TC有過快 哇靠這個廢鏢也太多了吧 Viper能打得贏嗎 現在戰況是Viper 後面被藍色紫色包夾 前面還有紅色伯根蒂 那伯格蒂已經把自己的隊友 橘色日本給戳掉了 用這個民兵暴動 直接把日本的基地連根拔起 所以Viper想要面臨是一打二的狀況 那這邊有這麼多的一個民兵 這樣硬打好像不太好 先撤退一下 好就行投資機 就開始砸Viper的一個建築物了 城堡會先砸嗎 還是先砸TC 好 直接武士 開閘TZ 但是後面有更多的遊俠在後面蠢蠢欲動 要直接去殺村民嗎 還是要先去拆巨頭呢 這邊上面有很多的一個村民在修 但是直接被民兵打爆 最近投資機沒有再繼續攻擊 所以這個城堡可能拆不掉 除非直接硬拆 拜伯爾家裡經濟也被燒到有點慘 分數直接逆轉 中國這邊拿到了一個上風 這邊伯根町報名的時機打得非常好 直接把日本給掀了起來 中間這一塊戰區 看起來了Max很努力在抵抗紫色 紫色沒有先打Viper Viper這邊後面還是有 才剛講完就開始打 主力部隊直接打到Viper後面 Viper現在被丹尼爾 不是被丹尼爾 丹尼爾跟Viper兩邊在喝打2 但是右這邊感覺有點難打 有點被推回去了 哇 右這邊好像非常慘 經濟一直騎不來 好城堡一直砸 要不是TC一直被砸 看起來Viper有點慘 怎麼辦啊 這一坨飛鏢騎兵 Viper好像好像已經擋不住了 好我們這邊稍微看一下Viper會怎麼打 馬公這邊出了幾隻 來殺這個民兵小瓜 效果還不錯 Viper其實已經被拆掉很多東西了 但Viper自己也有出一些遊俠 去拆對方TC跟村民 好中國高手 這邊港灣大山站直接被拆掉 經濟沒辦法再繼續跑 這邊可能要趕快移民了 跑到安全地方去發展 好那青色應該要趁這個時間點 趕快去打紫色 讓Viper的壓力小一點 不然紫色感覺現在有點在針對 Viper的感覺 Viper現在越來越慘 經濟沒有很好 聰明只剩68吋 好那這邊大量的飛鏢騎兵過來直接回救左邊 這邊虧射Viper的隊友 西班牙稱呼者要殺到紫色後方的經濟 所以這裡不得不回救 但是紫色這邊經濟非常的好 田店一開始就有這個伐木20%的一個效果在 亮著光了 嗚 這邊開始甩槍 還是可以甩死幾隻馬 所以射程喔 比這個飛鏢騎兵還要長 一直回頭射一發回頭射一發 感覺效果還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直接燒W的話就不太好 好這時候Viper搭配青色 青色這邊出的是奴隸兵 努力兵也按下去 要來敲爆對方的躲槍 要來橫衝紫狀 紫色的一個金礦處 哇這邊挖金礦的人很多 那藍色這裡也是 哇藍色還在拆日本這邊的一個TC 那右側這邊呢 右側這邊慢慢轉出了一些兵 轉出肉馬 然後這邊搭配右的一個風情砲 開始在拆 欸結果右這邊 直接往右跑 用所剩的風情砲在抵擋 雖然自己已經被拆得差不多了 LAMAX這邊奴隸兵越出越多 感覺可以有效克制對方的飛鏢騎兵嗎 這麼貴的單位都拿來用了 阿拉伯奴隸兵 阿拉伯奴隸兵 哇這個騎士 這個遊俠一直卡一隻爽 VIPER經濟79春 很慘 但遊俠還是努力的按了起來 努力的把自己的田喔 慢慢收復回來 剛剛TC被差太多 現在也慢慢補了 但是現在補又會被藍色拆 剛剛是被紫色拆 現在被藍色拆 真的是VIPER也是蠻難受的 好那現在藍色這邊圍巾喔 也把自己的酋長點下 酋長這個科技喔 可以讓自己的步兵喔 對騎士造成額外傷害 讓這個對抗騎士的效果更好 非常多的一個遊俠 直接手撕嗎 哇這邊下面開始推了過來 又用自己的殘存的軍力 慢慢推進了VIPER的一個領地 DANIEL的村民在四處逃竄 好像快要沒有地方可以種田了 村只剩下少少三七村 好這邊大量的一個種裝上來搓 一搓之後VIPER直接感到痛處 跑掉了 好小房這邊 絕情投資機 直接深入 開拆巨頭 開拆巨頭 遊俠跟風情砲 總要來開戰了嗎 大量遊俠想要來直接斷風情砲的一個去路 叫上DANIEL一起打團戰 VIPER的一個遊俠在後面直接開砍 但是自己的數量有點少 這邊被風情砲砲掘了非常多的遊俠 遊俠只剩下少量的一兩隻 後面馬功努力在解決 但是馬功傷害太低了解決速度有夠慢 風情砲的遠方很高有6 所以這邊馬功打風情砲效果並不是非常突出 哇 這一波又被擊退了 IPE 這一波可能會很慘喔 好 那這邊阿拉伯奴隸兵 跟西班牙正覆者 想要來連動一下了嗎 但是左邊這邊大量的飛鏢石兵已經大驚壓制 西班牙這邊可能會有點危險 現在戰局太亂了 VIPER感覺有點患沒有呼吸的感覺 這邊有非常多的農田 VIPER也中不了了 好 遊俠直接殺了進去 哇 VIPER這邊 這一波殺的不錯 大量的村民直接逃走了 好 但是正面三國聯軍 日本的馬功 大大雙西班牙征服者 還有奴隸兵 他也是要把右側的VIPER直接拿下 所以派出了這麼大的軍隊 但是VIPER這邊也有遊俠 這邊是佛根地的遊俠 所以這個升級很便宜 很快就可以出來 大量的遊俠直接淹到TC處 TC這邊大量的村民直接原地往生 那這邊有些肉馬過來 想來會合 但是其實敵方支援部隊 好 我們要直接開戰 直接跑掉了 坐坐坐坐 好 遊戲時間來到了一個小時 零三分鐘 哇 這一場比賽真的有夠長 好 但是左邊這邊 火爆塔已經準備好了 要來建立馬奇諾防線了嗎 這個馬奇諾防線 會不會成功呢 還是會跟德國一樣直接繞進 殺到後方呢 西班牙這一次能守得住嗎 好 家裡有很多的飛鏢騎兵 把VIPER的一個肉馬跟遊俠 阻止了一下 哇 這邊有更大的一個洞 讓這邊VIPER的隊伍 西班牙征服者進來開彰了 好 中間這邊有非常多的奴隸兵 奴隸兵直接開始吃遊俠 效果還不錯 但是這邊阻止對方的一個途徑 有點危險 我們要被暴局了嗎 好 下面風情報 好 右這邊這一坨風情報還是活著 那城堡慢慢推進 VIPER的大量農田直接被踐踏了過去 看來VIPER也是要慢慢搬家了 OK 這裡是用奴隸兵解決掉大量的一個肉馬 左邊這邊慢慢推的時候 突然VIPER擠出了一些遊俠 直接過來拆工程器 好 把左邊的一個進攻的一個節奏 拖慢了一點 哇 這一波途徑打得非常不錯 VIPER雖然自己已經 聲聲重重傷 村民宿只剩下45村了 還是用少壽民的部隊去幫隊友 那這邊經濟最不傷的應該是這個灰色 灰色向村民宿有133村 那他要打的單位是西班牙征服者 搭配青色LMAX的奴隸兵 開始往前突進 但是這邊能打進去嗎 有一座城堡沒有帶工程器過來 要直接拿下 似乎有點癡人說夢話 這邊大量奴隸兵直接倒地 哇 死傷慘重 選擇先撤退 等工程器到了之後再打 好 OK 工程器到了 直接展開工作開始投對方的城堡 這個城堡也只剩下兩座了 拿下之後 緬甸這邊要再出飛鏢 起兵就有點困難了 但是後方更多的VB的遊俠 加上自己的民兵 殺而過來 這邊馬工 日本馬工開始在秀操作 拉打拉打再拉打 有機會就鑽個小... 像這樣子喔 鑽進去 那對方就只能用這個小... 或者是從後面從他的... 嗯 你們懂的 好 那這個穴實在是很好用喔 馬上鑽這個穴 擊敗了對手大量的一個騎士 這個有點危險 好 到這邊 維京人 轉出了很多戰毛兵 要來打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效果其實還是不錯的 但是後面有更多的火候才巴... 架了過來 讓維京這邊神獸重傷 左邊的戰線 這裡還有VIPER的殘存的遊俠部隊 好 把他擠掉左邊的一個隱患 還進去裡面殺了個一波 但VIPER的村民成產 只剩下23隻而已 其實被吐得差不多了 VIPER已經快沒呼吸 那現在還能繼續打嗎 好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 眼睛順利了 入侵了 入侵到這個維京人的家裡 維京這邊村民術剩63村 那紫色 紫色緬甸這邊村民也剩45 村民術也不多 現在兩邊都被殺得很慘 現在經濟最好是紅色 紅色這個VV肥豬頭 村民術有128村 持續的從VIPER這個地方 還有丹尼的出生地 殺了過去 搭配中國高手EU 非常暗的非常多的風型炮 但這邊卻沒有補村民 村民沒有去蓋TC 單純就是暴兵而已 他可能就會這時候在暴 經濟可能也暴不起來 專注在打燒爾跟攻擊跟控兵而已 那這邊的希望應該就是紅色 紅色這邊只要能撐得起來戰場的話 就有機會打下這場比賽 好那紫色村民術是11村 但是還有26隻的飛鏢喜兵 那如果這個城堡在掉 這兩座城堡掉的話 紫色就要被滅國了 藍色這邊也已經沒有太多的一個 單位可以進攻喔 也是被燒得很慘 好那這邊馬奇諾防線看起來非常成功 並沒有人可以從這隻中突圍 好這時候圍巾還出了一堆圍巾大戰船 開始要對陸地上面 做一些瑟瑟的事情 日本馬公不敢回舊 感覺會被原地炮絕 所以決定了 來稍微守一下對方 好這一家巨頭 好巨頭事情還在拆 正面要趕快打 不然這個巨型頭子機會被拆爆 好兩邊開始秀操作 大良肉馬直接貼了過來 西班牙征服者 開鏢回頭鏢一下死一隻肉馬 肉馬不敢深追 好中國高手 唷 別名穿米術只有二十九穿 但是擠出了五十一隻的風琴砲 一直朝 VIPER加著大本營 The MAX的本營前進 那這邊一直在前進 肉馬也只能一直送掉 後面的火炮塔也慢慢蓋了下來 這邊有非常多的肉馬直接進來 在開圍禁的一個戰錨 戰錨 沒辦法打肉馬 只能到處跑竄 肉馬直接開始無雙 但後面有開始補了均勻 有均勻之後就可以到場槍邊 場槍邊 就可以有效的克制對手的一個肉馬進攻 好左邊這邊直接開戰嘛 大量的弱...呃...奴隸兵 對上飛鏢騎兵 飛刀開丟 你丟飛鏢我丟飛刀 兩個都是會飛的東西 但是沒有更多肉馬過來 感覺奴隸兵還是有點慘 因為射速沒有比飛鏢騎兵還要快 好那這邊奴隸兵直接被打推 正面三座城堡 看來沒有要繼續強攻喔 而是慢慢推進的感覺 那家裡這邊...裡面的城堡 可能要被拆爆了 火炮戰船有點煩 好結果這個藍色的提示也沒有蓋好 算是拆爆了 好BB應該還是會派些兵喔 來保護一下這裡的風琴炮 但風琴炮這裡沒有工程器喔 工程器只有火炮 火炮來應該還是能拆的 好中間這邊少量肉馬想要拆工程器 也讓他順利拆到了一台 但這邊的防線著死打得很好 這邊撐超久的 好這邊要來包夾了嗎 火炮地肉馬 搭配中國高手 又的一個風琴炮壓制 想要來直接拆巨頭 巨頭只被拆掉一台 但是後面馬功還在輸出 可能拆得掉嗎 第二台 沒辦法 OK 火槍兵直接在後面對射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那這一波進攻 中國高手能不能進去呢 又 又你可以嗎 哇又的風琴炮很痛 但是這邊是自己的一個陣地 我已經拉出了一些場槍兵想要來幫忙隊友 這些場槍兵能戳到這些馬功嗎 還有這個征服者 只要能戳到一下都很賺 好 那日本的馬功開始往左邊撤退 中間這個地方看起來是要被中國戰隊拿下來了 這邊的火炮戰船還在輸出 哇那把中間拿下來之後 不知道白婆他們還能不能打 白婆這邊在努力的在復甦喔 但好消息是她是波斯啊 波斯TCGAD要去村民補很快了 好那補下一些經濟之後 白婆又可以出遊俠的能力了 那白婆也在同時點下這個商隊科技 商隊科技點下之後 這個貿易車隊啊 就可以跑得更快 糟糕來不會的那種 看來這邊歐洲聯盟經濟開始在運轉起來了 然後四級開始蓋 但是她不是蓋最遠的 蓋在中間這個位置而已 好這邊用大量的努力兵 加上後面馬攻日本的一個小小的一個combo 但中間這裡看起來真的快不行了 中間這邊插了非常多的 劍塔 火炮塔直接被拆光 好那風情砲已經推到了靠內陸的位置 還能再繼續推進嗎 好火炮戰船 最後再繼續打 哇兩邊都不敢大決戰 好風情砲開始推了過來 火炮塔也來了 大量的圍巾戰船 這邊要來決戰了吧 後面的兵非常多 哇這面非常多的幾兵直接上去當炮灰 但這個炮灰也是努力達成自己的目標 想要來痛擊對方博更帝的遊俠跟肉馬 這邊肉馬直接往後退了很多步 幾兵也是一片導光 最後這個窄口有機會嗎 看一下這邊 這邊有這個圍巾的 戰毛加長江兵 還有這個飛鏢騎兵在守這個高地 哇這一波就被漏進來了 大量肉馬加少量的遊俠直接推進 但是這邊灰色有疾病開始戳 那奴隸兵加上肉馬 Viper的遊俠跟經濟 哇怎麼經濟又回來了 這麼多的馬 完了 BBQ了 這一波進攻 Viper把一些肉馬直接繞到了敵方的後側 這邊在補下一些遊俠 想要讓對方不想投降的感覺 這邊直接被包住 紅禽炮大量死去 後面更多的一個駱駝 奴隸兵直接壓了過來 雖然火炮頭蓋好了 但是沒有人可以守住正面的一個大軍壓制了 這時候 看起來BB 紅方這裡經濟越來越慘 雖然村民有140村 但黃金感覺不太夠 遊俠按得很極限 並沒有太多遊俠跑到前線防守 好 這一波直接跟了過來 來到了開闊的平原 好左邊這邊一個大開戰 BIP用一些肉馬 來阻止對方的飛鏢騎兵 來拆村民蓋城堡 看起來有守到不錯的一個效果 正面一個大開戰 奴隸兵大戰 遊俠 遊俠也直接被剁了很多隻 但是後面有更多風情 跑過來再補刀 好 好那這邊大沖車也點下了 灰色這邊經濟應該是沒有很好 有一百一十一吋 還蠻多的 好這裡看起來是要 終於要拿下這三座城堡了嗎 紫色飛鏢騎兵 感覺有點難出了 村民只剩二十六村 能種田的地方有點少了 好 正面巨星投司機加上大量騎兵 直接卡在這個防守位置 城堡應該是這邊最後的一個手段了 紫色感覺到再騎不能了 這邊遲早會被攻下了 這邊遲早會被攻下了 好這邊紫色飛鏢騎兵在修俠奇的操作 奴隸兵一隻一隻的倒去 奴隸兵平衍的效果也是不錯的 很快速的把飛鏢騎兵全部吃了 只剩下了這個戰毛兵在應付奴隸兵 很意外打奴隸兵也是蠻痛的 很意外打奴隸兵也是蠻痛的 好 看一下下面這邊 兩邊都已經打到焦灼戰了 不知道該怎麼打 風情砲直接開扁 哇靠圍巾還點下這個精銳火炮戰船 好 這一場打的時間有點久 這應該是我們頻道第四波這麼場的比賽 波罩 波罩有點無語了 好 這邊各種打砲 一直打一直爽 這是最後的防線了嗎 最後一波 柏根帝大量的民兵 加上幾兵直接衝 又衝了過來 難道 輸的是viper他們 那viper這邊補下了更多馬修 這裡也直接大開戰 背鏢騎兵又想要秀操作 直接要躲城堡裡了嗎 還是要站這高地 還是躲進去 然後後面有大量的戰毛兵在後面輸出 回到正常 正面戰場 這裡有非常多的柏根帝的一個 民兵 風情砲 中國高手佑 但是佑的村民一直帶24屍 沒有再繼續按村民了嗎 村民數很少 這時候才開始慢慢在跑貿易 沒想到打的時間越來越長 歐洲聯盟這邊的村民基本上都恢復了 回復了差不多 105村 90村 95 120村 基本上現在是4打4 4打2的一個狀況 更多的兵補了過來 這裡能守下這個窄口嗎 火炮塔有點煩 很難 上面這邊 城堡雖然掉了 但飛鏢騎兵主力還在 哇 更多的兵又淹了過來 LMAX的奴隸兵 再度來反殺 對方的飛鏢騎兵想要包起來 但沒有包好 還是讓對方遛了一些飛鏢騎兵回去 這一波進攻 可能會讓他們直接上方的戰線倒地 因為上方的城堡三座都已經沒了 這裡大量的奴隸兵跟肉馬 開始砍爆圍巾的戰毛兵 飛鏢騎兵直接落荒而逃 中間的位置 伯根蒂根 這邊聯軍直接殺進來 後面火槍兵 加上VIPER的遊俠 後面還有幾兵當預備隊 這邊要來守住最後的窄口 上面的戰線已經打贏了 中間這邊再打贏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這邊更多村民過來 想要來蓋火炮塔 對方有出火炮 後面 火炮要小心一點 不然這個西班牙征服者可能會倒一片 好 OK 第二波在進攻 這裡的窄口非常難突破 好 看到左邊的戰場 左邊戰場這裡也是在打 奴隸兵慢慢壓了過來 圍巾這邊各種草康兵一直按 但是好像有點擋不太住 這波疾病能擋住這波肉馬進攻嗎 全部守到城堡下方 好 回頭開戳 這一波 開始殺出去 後面火炮開始在雜風情砲 Biper的遊俠開始衝鋒 但是前面有一些遊俠擋在前方 咪咪的遊俠也是沒有輸給Biper的 後面的火槍兵也在輸出 兩邊都有火器單位 但後面的火炮有點多 這個攻防戰有點熱血 上防戰線了 上防戰線快要沿過去了 感覺長槍兵加肉馬 難道仇不贏嗎 感覺長槍兵加飛鏢騎兵是打得贏的 好 兩邊的經濟都快沒有的感覺 但是右邊有這個圍巾戰船 精銳的火炮戰船 再拆這座高地堡 而且右邊還有更多的這個圍巾大戰船 去世代發 靠岸的話有點危險 好 正面的話 突然沒有兵還是什麼意思 沒支援了嗎 看起來沒支援了 好 這邊大衝車 薩拉森大衝車已經開了過來 飛鏢騎兵打這個大衝車 傷害沒有很高 怪怪的 還是拆掉 攻速夠快 很多騎兵直接上來硬戳 努力兵要怎麼打呢 上去硬A嗎 BIPER遊戲又想要跑過來 好 這邊VV 往前蓋了一座城堡 想要慢慢升插進去 那右邊這座城堡被打爆了 我已經大戰船 加上火炮戰船直接打爆岸邊 哇 這個我已經當成立大功了 好 直接右把自己的風情砲往上移 看來這邊要聚集三加力量 紫色 藍色 綠色 三 玉三加 直接往前開一都 但是BIPER這邊 也把自己的遊俠搬到上面的戰線了 那中間這邊戰線看起來是要暫時撤退了 並沒有要開打 這邊有一些征服者 想要阻止BB這邊開城堡 這一波 長槍兵衝鋒能戳爆所有的馬嗎 這邊是大量的一個 圍巾長槍兵 開始戳落馬的畫面 後面有更多的風情砲加上飛鏢騎兵 再輸出 但是射速有點慢 但是鱷駝 不是鱷駝 奴隸兵 奴隸兵的數量還有嗎 奴隸兵的數量要是沒了 這一波可能會打輸 打輸的話可能會打GG 不能輸 不能輸 飛鏢騎兵也想要贏 風情砲也在射 好 那看起來這邊 長槍兵全部死去之後 對方的主力還是活著 飛鏢騎兵雖然還是很多 很有威懾 好 這裡看起來打不贏 中間這裡呢 中間這個地方BB把城堡蓋了起來 但是這邊分數來說 BIPER這邊分數贏了很多 中國戰隊這邊分數 有些人是有點稍微落後的 日本丹尼爾這邊 不知道在出什麼兵 喔 這裡是打海戰是不是 金銳火炮戰船都在出了 哇 開始要來登陸後面了 哇 他直接派馬公 丹尼爾 後方 開殺 但是維京這邊大戰船也來防守 哇 瞬於射掉了 海戰突然打得起來 但這一波馬公進來可以殺到BB非常多的村民 正面這一波 要來見面又的風琴炮了吧 哇 很多遊俠跟奴隸兵 直接撵爆 對方的一個正面部隊 奴隸兵這邊直接開 開始飛刀亂戳 戳爆戳爆 那這邊加里丹尼爾一個 繞背戰術非常成功 對手們 大家出了聚聚 哇 這個丹尼爾偷渡 很成功喔 難怪我覺得 為什麼好像丹尼爾一直不見的感覺 一直是灰色跟 跟Lemax 還有Viper 一直在到處打戰線的感覺 好奇這個丹尼爾是打遊擊的 打海上跟登陸戰的 這個分配還不錯耶 因為中國這邊兩邊都是專注在打 這個路上 只有這個維京稍微有出這個 這個湖 這個死湖裡面出了一些火炮戰船跟維京大戰船 拆了一兩座城堡 但是好像都沒有人想要登陸 然後直接去抽後方經濟耶 這個稍微有點可惜 不然中國這邊還是感覺有機會了 那前線這一波交戰 這個駱駝的傷害 努力兵 打這個馬 效果還是太好了 風型砲被滅了之後 也看起來也是沒希望 後方這裡也被弄得有點慘 所以維京大戰船過來應該是能救得下這一波的 因為這裡都是火炮戰船 火炮戰船是不太能守這個維京大戰船 整體而言 看起來丹尼爾他們這邊的一個作戰方式 更靈活一些 也不能說中國這邊打得不好 中國我覺得陸地上打得很棒 尤其是這個地方 這邊殺進來 我真的一度覺得白魄他們快不行了 結果先不行了 是上面這邊 哇很可惜啊 中國戰隊這邊 看一下數據一下 數據 有點眼花撩亂 看一下最高分數 最高分薩拉森 哇哦 軍事應該是突破天際了 這個努力兵應該是打到蠻多東西的 西班牙這裡也是 西班牙這邊 分數也是爆高的 但蠻可惜喔 丹尼爾這裡沒有出日本武士 亮相一下 雖然日本武士在這場的作用也沒那麼大 看起來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右這邊 完全沒按村民 村民被殺到一定的數量下 他就想要全力 ALL IN了 去打軍事喔 然後用這個 港灣大長戰喔 去爆出自己的資源來 所以他沒有按村民是正常的 但村民數據在二十幾之下 不確定耶 我不確定這樣是不是好 因為你的村民還是可以去挖木頭什麼的 然後有一些人可以去挖石頭 像這裡還有石頭沒有挖完 還是可以挖一下 多挖一點喔 把這個火炮好再往前蓋 比這個慢慢跳的資源還會更好一點 那可能到了中後期喔 覺得自己有點忙不過來吧 看起來他後方 沒有什麼時間在控喔 一直在控前方的這個風型炮 但風型炮這一波被滅了 他也很難再聚集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那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